各位網友 又到許知縣 魯先生上談了 有時講這些 抒解我們的情緒幾好 所以我有時講詩的時候 我真是神載飛揚夢 你不覺得嗎 我希望大家在疫情之中 聽多些心靈上的欣賞 心靈上的滿足 我們講了楊萬里 講了原子財 有二代的自己的前輩 楊萬里也提拔 這個原子財同一代的人 有個清朝一個大行文家 一個天才 一個對於小說派盤很多東西 他亦都不甘寂和 他很多東西因為他敗洗功名 他對澄清的科舉 特別在乾隆的時代 第一 乾隆這個人 真是 他的樣子很遲 但是他的心很狹 文治玉呢 在乾隆的時代 最嚴賴 最刻薄的乾隆 但是他的好名叫十全老人 我已經講過了 不再講了 當時呢 在他的時代呢 已經呢 科舉呢 已經可以有些 給錢買的 那些口官呢 是受賄賂的 所以後來的清朝 腐敗到呢 可以賣官欲照 就是這些人而已 他連口事都不公平了 那他去爭取這個名利 這個官場的職位 又何尚效仁呢 是嗎 當時呢 很多呢 有才智的事呢 對這些呢 是給錢去賄賂 那些主要官去賣呢 很多人呢 就因此呢 是拙了科舉 不肯做 因為有些呢 人呢 在清朝也好 在唐朝的科舉制度都有問題 所以唐朝呢 有天保之亂 清朝呢 拳龍之後 這個 我們知道了 二百多年來 到拳龍之後呢 就中斷了 那個盛世了 一路衰敗到呢 鴉片戰爭 到現在 我們還受過 這個奇害 所以這個拳龍呢 是很危險的 當時呢 很多失落 即是口不倒的人呢 很有才氣都不行 所以 今聖誕看到這樣的時候呢 他根本就看不起這些 這些是 石尖的頭 他這個 他爭取這個科名 這些所有的功名 那 當時呢 有很多人呢 寫了 即是落大之後 怎樣 那我讀書呢 就讀了很多 這些喔 那我舉幾個賴給你聽 那 有個叫做 情如門 他寫過落大回來 這幾淒涼 也應有淚留自己 我呢 如果是留淚 我考不到功名呢 我是有淚給我自己 即是對我都可惜 這些自己的人 只覺得無顏對族人 我沒有顏面呢 我回來落大呢 我無顏對誰呢 對族人而已 我看你們這幫人不起的 好像我這樣的財力 我怎麼會考不到呢 就是因為呢 我有淚呢 我向知己流 知道我是委屈 但是我對那些族人呢 我根本呢 無顏對族人 我對那些族人呢 我都當你不在 不存在 只覺得無顏對族人 你說這幾委屈啊 還有一個叫陳梅人 他說 答言有名 他幽問 有所得 原來是命 是命而已 其他呢 他幽問 其他呢 你不需要問我 壯不如人 效可知 那你問我 以後是怎樣 我壯現在考試都考不了了 如不如人 我壯不如人 以後呢 你都不用 不用看我有什麼成長 這些是氣憤的話 原來得失呢 是有命的 不關我的事 我命沒得得 那我 聚壯的時候 我考試考不了 我壯不如人呢 你用什麼問呢 你不要再問了 你不要再問了 後面呢 你一定會知道 還有一個 他寫得很好 他又寫得很好 又考試落大 沒有回來 所以很多人呢 在那個年代呢 那些有才智的人 都不能出頭 這個叫做鄉平 共說文章 仍然有價 個個都說文章是有價 這個口道就是文章有價 做官嘛 但是呢 如果你說說 僥倖得來的人 難道沒有人呢 所以就是 一個這樣的氣憤 這個呢 金星坦呢 就絕對呢 對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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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的科具呢 完全是癖吃的 他時時呢 就走去 那些廟寺啊 無聊啊 去那裡逛逛的喔 他對公明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所謂的 那麼呢 他寫過一首詩 我為什麼 《元之才》之後 我要介紹他呢 同時代的人呢 《元之才》都讚他 他在《徐元思話》 他說 《金星誕》呢 好批評那些小說 人呢 是批評小說 小說沒用的 現在就說小說可以拍電影 小說 你寫小說 哪個人看你啊 這些人呢 就不時掌盡了 是吧 所以呢 人都薄之 大家都看不起他 但是他呢 有一次耶穌 一個廟 一個野廟呢 他寫的東西呢 他就在他的徐元思話 讚他 為什麼讚他呢 這個《金星誕》寫的 怎麼寫呢 《眾向漸以直》 就是很多人嘈襲的地方呢 很寂寞 漸漸就寂寞了 《蟲衣佛面飛》 那些蟲啊 那些飛蟲啊 這些這樣的東西呢 在這個佛廟 因為他是野廟 在那個佛面 他面前在那裡飛 半槍關野耳 這野廟呢 有人進來 有些人沒有進來 半槍 有半個槍 鎖子的野耳 四面掛爭衣 這些牆壁四面都掛爭衣 這個袁子財 認為這個是清潔 他寫詞 寫到清潔 袁子財讚人呢 都不是說 沒有份量 所以 《金星誕》呢 就真的是一個才子 但是他呢 因為他 那些家人逼他嘛 逼他 因為他這麼聰明 你沒有理由 他代人做槍手呢 他都有幾個人都上了榜 但是他始終沒有 他為什麼呢 他因為他不喜歡科具 這些科具 這些不是同路人 他都不喜歡 所以他在那個卷那裡 最後呢 他是很灰諧的人 他時常畫的龜下去 或者弄濕了它 弄一些脈糊了的卷 或者名字呢 又淋了一些脈水 以前那些人很多 很多邪門的 信邪的 這個人當然 早上沒得了 所以就不要他 連名字都不要他 所以他永遠考不到 他都不要了 因為他考到他都不要 那個卷寫得好多 他特地淋了 墨水下去 說他龜下去 那你就 對這些主管都好像 好像侮辱那樣 那他經常去那些廟裡 他有一次呢 就去到關公廟 那他就 口多多了 你知道他很跳脾的 他都無所謂了 他好像一個狼子 他就問關公 關公啊 你被呂蒙捉了的時候 斬頭 那個滋味怎麼樣 那他以為沒事了 他就嚇到他 他就嚇到他 或者說笑就不定 或者他的性格 不斷都不定 他晚上做了一個夢 夢叫關公 嚇到他 關公他怎麼說呢 他跟他講 你問我 斬頭的滋味怎麼樣 我現在告訴你 你將來斬頭的滋味 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我是什麼滋味 他就嚇醒了他 嚇得一身流汗 OK 這個事情過去了 好了 他又不記得了 那又有一次呢 啊 那個 那個市場呢 暴動 很多 一放了榜之後呢 就 在那很多人呢 聚集在那裏 說這個只有官不公道 什麼什麼什麼 舊時呢 皇帝你說 皇帝那些官不背的時候 殺頭的那份 所謂文字獄很重要 當時 那麽金星探 多觀閒嘯 走進去看 結果呢 給那些人呢 就 因為他的名字大了 所以呢 很多舉止 啊 誰誰參加那個暴動呢 都寫著在那裏 寫著名字在那裏 包括金星探 金星探就無聊啊 他不是去示威啊 因為他都沒有參加那一場口試 他去示威呢 他去到呢 啊 結果呢 就上了他的名字 哈 他 他 他那一晚呢 就發了一個夢 他夢子呢 有一個蛇 走到一棵樹裡 一個枯樹裡 一個蛇在那裏 那夜晚就發了一個夢呢 是 啊 這樣的嘛 他回去想 他的人很聰明的 啊 他金星探你知道他拍什麼都懂的 他對名利的各方面 他一看到 鳥在木上 在膚木上 那個什麼字呢 的囂字 囂手 就是殺頭之後呢 掛字的手急在那裏 就是大罪的人才是這樣 叫囂手 啊 又禽面又囂手 又腰斬 很多很多 酷刑呢 對這個讀書人呢 是發生的 好了 那見過呢 這班人呢 全部被官府捉了去 金星探 啊 我的命都是這樣 沒辦法 那這些人 看見金星探在那裏 為什麼你 一點愁眉都不 哎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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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 我去認了 我去認了 那你們大家不要認啊 他找一個主頭人殺的 一定是 我自己去認 我自己去報道 你們不要認啊 你不要說 誰鼓動你啊 你就指我就可以了 指我金星探就可以了 那他就 判死刑了 判死刑這個兒子來送他了 他就對兒子說 兒子啊 他說你一直這樣送我 走去斬營 那你在那裡流眼淚 哎 你不需要這樣的 那我現在出對對給你 你對跟我對呢 你就沒有了這麼的心事 他就寫的 他說 連子心中苦 我愛惜兒子啊 你心中苦 你送他老爸去紮殺頭的嘛 連子心中苦 他就說 爹爹啊 我現在都已經是 你再快去刑場了 那我 我怎麼可以 跟你說這些 這樣的笑談話 我不說 我不懂得說 很悲苦 一直流眼淚 金正聖誕 你不用怕 我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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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罵兒子就笑了 尼兒福中宣 尼兒呢 他說連子 吃的那些連子 他的諧音就 連式的兒子 那樣的 尼兒 我們吃的那些 你離了嘛 離而 這個離呀 福中宣 我離開你呀 我做老爸的福中好宣 你說多好 你真是天才的 這個 連子心中苦 離而福中宣 連子心中苦 離而福中宣 你說多好 好了 那他兒子還在哭 我不是他兒子 兒子 兒子 我有一件事 他問老爸 你有什麼遺言 有 你回去說媽媽 他說 那些南乳花生 和燒鵝一樣味道 他說那南乳花生 你炒熟那些南乳 用南乳炒花生 就和燒鵝一樣 你不妨說媽媽 大家喝杯酒 我沒事的 殺頭就殺頭 金星探就是這樣的收場 那我今天說 這個是一個科舉 科舉不公平的時候 在乾隆的時候 金星探遭受這個 所謂囂售 殺頭之後還掛上去 那他當然知道 關公被斬頭的味道 所以說金星探 特別跟他說 他知道 斬頭的味道 是什麼 那他斬頭的時候 對著那個悔子手說 他說 老兄 麻煩你摸清楚 我哪條頸骨 一刀殺落才好 我不要緊 我做到好 你一刀殺就行了 誰不知這個人 知道金星探 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 他這樣說的時候 自己更害怕 結果呢 一斬下去 斬不住 那個狗骨 還黏著 黏著把刀 他就拚出來 唉 拚出來 哎呀 金星探 說死了死了 好痛啊 快點啦 快點啦 要拚他出來 所以他死得很辛苦 所以關公告訴他 你將來知道 這個殺頭的滋味 你比我更辛苦 我一刀 你幾刀 就是這樣 這個是 可能是開玩笑的 不過呢 也說到 拳龍的時候 這個 文字獄 真是這樣的 因為 債道不好 可以 啊 這個就是賄賂了 搞到呢 連這個 大財人 金星探 都是 是這樣過身 真是值得我們留履 多謝各位